另外一方面现场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关心的是 医疗法里面呢 明确规定只要是医院 或者是诊所开出来的药物呢 药袋上面都必须要在明 药品的名称 还有它的副作用跟说明 不过呢 却有民众跟市议员踢爆 他们说日前到一个很知名的 这个诊所来看病 结果呢 药袋上面呢 连最基本的名称都没有写 我们请朱寒瑜 我们掌握更进一步的消息 好了 去年五月份通过的 医师法和医疗法当中 有特别规定呢 其实民众呢 看完医生领取药包的时候呢 上面都必须载明药品名称和用量 但是现在就有市议员 接过检举通报 其实现在民众看完医生 拿到的药包 中药药包呢 就是长这样 上面最 连最基本的药品名称 还有适应症状 全部都没写 那么今天上午市议员 还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复看一下现场情况 对于医院诊所 对于诊治病人 所要交付药剂时 应该要在容器的包装上面 载明载明拿几下 载明药名 还有剂量 用法 作用 适应症跟副作用 等这几个重大的项目 当水药的部分呢 就只有这一代 那当时就是如此 这样被交付于病患 所以呢 这个状况会很容易 有一天 第一 你提回去 你不知道到底 里面有哪些药材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可以看到呢 医院表示经过连日来的调查呢 发现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家的 知名中医医院 以及中医诊所呢 上面所有的药包呢 其实都没有载明任何的药品名称 以及适应的症状 那么很多其实民众拿回家里面呢 还甚至不知道 到底使用方式是为何 那么其实今天市议员 还特别请到台北市卫生处的人 来到这边质询呢 但是卫生处的人 却是一问三不知 只表示呢 未来对这样的情况呢 会加以延续的调查 那么并且表示呢 其实这样的情形呢 医疗机构以及医生 可以开除 开除2万元到10万元的罚金 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款给彭内主播